最新的消息台中有名在医院当行政人员的正姓孕妇 在家中浴室意外跌倒 竟然因为胎盘剥离导致的败血性休克 孕妇和胎儿双双不保 最新的情况请记者廖荣莹来告诉我们 荣莹 好 主播这期意外就发生在10月8号傍晚 台中一名怀孕24座的孕妇呢 因为回到家不小心在浴室滑倒了 那么紧急的送医急救 那么透过这个救护车上的画面 你可以看到她紧抓着救援人的所不断的喊痛 那么送到医院的时候呢 诊断是因为胎盘剥离 小baby因此不保 那么这名妇人也是因为胎盘剥离 造成了所谓的败血性休克 在隔天宣告不治 那发生这样的意外 家人都相当的难过 有了 我们在这儿是否刺牌 刺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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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算断掉 造成那个胎盘 那孕妇的家人说了呢 其实家里的浴室呢 是有装设所谓的繁华店的 但没想到她竟然会因为跌了一跤 因此一失两命 发生这样子的不幸 那么孕妇的先生呢 是在脸书上写到了 在带着你回家的路上呢 她好孤独 可以看得出来 原本是要迎接新生命的到来 却因为不小心摔了一跤 造成这样子的不幸 以上是我们在现场最新新星 主播 好 怀孕六个月的孕妇 就因为摔离一跤